哈喽大家好小鱼 随着这个天气越来越乐呢 到我们斯文河旅行的人越来越多 自驾游来的人越来越多 我今天呢就想给大家介绍几个 我们斯文河自驾游的这些营地 能住车的地方啊 干净方便 然后这个 人还多热闹的地方啊 我们看这个呢就是一个自驾游的营地啊 这个营地呢是非常干净的啊 青山绿水你看 很多的车在这里啊 这个地方呢是我们斯文河的一个流景区吧 叫爱情谷的这么一个游客服务中心 看到没有啊 这儿你看很多自驾游的来的朋友啊 都选择有在这里住车的 这个地方呢就是离市中心呢 稍微的远一点啊 但是我们斯文河本身地方就很小 用我的话是说就是什么 一脚游门就到地方的这个 这么一个这么大点个地方啊 所以说说远也不远 有车也很方便 大家都在这儿啊 那边呢是有一个卫生间的 是一个简易的卫生间 你看到没有啊 是这种卫生间啊 但他们反映说没有水 这个场地呢是没有水的 但这儿呢还有一个俄餐厅啊 俄市西餐厅在这儿 这是这样一个停车场 看着没有 在这儿住车的人还是很多的 方向的好处是什么 安静啊 干净啊 但有缺点就是有卫生间 但是用水不是很方便 然后呢我们现在是来到了 中俄自驾游露营地啊 这也是一个呃露营地 这个地方呢就是 这儿八景的一个这个 自驾游营地啊 但是这个营地呢 有免费的停车位 还有花钱的停车位 像我身后这一片呢 看 看身后这一片 看来了没有 这一片呢 它都是免费的停车位 还有这面 这面这几个 上面这个 你们看到了吗 这面都是免费的 这些停车位都是免费的 但它又有花钱的 花钱停车位是什么样的 走带你去看 没有 下面这些很多啊 像这个 看见没 这些地方都是花钱的停车位 你看有人 有自驾游的朋友 也在这儿露营啊 这个花钱是怎么花呢 这个地方是五十块钱一天 这些地方就是都是花钱的 刚刚你们看了 五十块钱一天 是有水的 看 有水的 水龙龙是这样的 然后还有电 看到没有 这电桩 看到没有 是有水有电的 然后这个地方 不光说可以自驾游来 就是我们本地人 也有来玩的 他可以上这儿露营一天 一天就是可以租 他这儿有帐篷 有椅子 然后有桌子 还有烤炉 来玩也可以啊 你们自驾游来 想就是环境好一点的 干净 青山绿水的 也可以来这儿 但这块是花钱的 但上面有免费 上面免费的地方就 没有水 没有充电桩 但是人家说 那个水 你可以自己接 你随便接人水 这个水就 实际上你花不花钱 你这水你都能用 就是这么个情况啊 上面要给他看看 咱们这个 同个自驾游地 特别好 这个环境啊 是相当哇塞的了 但是它有缺点 这是远 离市区特别远啊 就对于 相对于我们 随德泽这个地方来说 就相对来远了 从市里开车到这儿 大概就是 15分钟的路程吧 这个呢 是这个自驾游营地的 卫生间啊 公共厕所 就是这样的 一个小铁皮房子里面 啊 是这个样子的 看到没 这是不分男女的啊 这是一个坑 一个坑的 就是这样 然后下面那一片 也是你们看 很多房车 都在这录影啊 就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一个避暑胜地吧 现在贼凉快 夏天的时候 真的是特别凉快 看到没 那些小木房啊 小木房门前 也都能停车 但是呢 那个小木房 它是汉城房 是进不去的 只能把车 停到它的前面 看 看了吧 这个环境 是不是像我说的 已经是 鲜浪瓦塞了吧 我是挺喜欢 这个地方的啊 等着我还想 准备哪天 召集一帮朋友 我们也过来玩一天 然后下面 再载你们去 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 我们的第三个啊 露营地啊 是离市中心 最近 最繁华 最方便的一个地方 我们叫它 人工湖 但是我在岛上 倒一下 你们必须 倒隋分河 北海公园 啊 才能来到这个地方啊 这一片 全是私下游的 这一片 看 这人也是 非常非常多的啊 这车都排得 满满当当 这么一个地方 看到了吧 然后那边有一个 小广场 晚上有跳广场舞 什么的 你们看到了没有 前面那个黄房子 二层小楼 建的非常非常漂亮的呢 这是整个 这人工湖 这边的一个卫生间 看到了没有 北海公园卫生间 所以说 这边的露营地 车也非常多 你看 车多的都停到大道上了啊 对面也 对面也有停的 然后这一片啊 全是 他们全都在这停车 二呢 是离市中心 最近最方便 你想上哪不用开车 走走都够用的 一个地方啊 但是 它有唯一的一个缺点 就是 比较吵 看到没有 这边有一个 我们随风河的一个 小型的游乐场啊 它玩到晚上很晚 然后这边有一个 人工湖 这边有个广场啊 这广场晚上有跳 这个广场舞的 然后晚上自己 我们当地人 也会在这溜弯什么的 就人比较多 比较吵 比较闹啊 然后也没有 其他那两个地方 那么干净 因为在大道边上 你看来回过车 也没那么干净 但就一样 方便 特别方便啊 这是第三个 还有一个 也是在这附近 咱再过去 我再领你们去看一下 然后 这是第四个啊 第四个地方 也是在北海公园 有我们说的人工湖啊 北海公园这 从刚才那个营地 绕过来 这下面呢 这块 还有一个卫生间 就在这 看到没 这里 还有一个卫生间啊 然后看到没 这周边 你看 也全是停的房车 看到没有 全是房车 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 第四个露营地啊 这两个露营地 车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也是我说最方便 你看这边 我们这条路叫 加里亚路 这条路上面 就全部都是商店 吃的喝的饭店 什么都有 果菜店 什么都能卖 还有旁边看到没有 大大的一棍三个棍 这是我们这里一个 我们这里这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 俄罗斯商品城啊 里面全是卖俄货的 俄罗斯产品的东西啊 就是这四个露营地啊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这个北海公园的 这个 这个就属于公园里面 这个小广场了啊 晚上就是在这儿 有这个什么 跳广场舞啊 什么的 然后还有这些 晚上这个 摆这个小摊啥的啊 都来了 等到一会儿到公园 吃饭 吃饭 吃饭啥的 该来人就来人了 这上面就开始跳起 开始跳这个跳舞了 过两天呢 我们斯芬河还要举办一个活动啊 叫这个 就是最美331国道嘛 因为我们这边是 最美331嘛 国道 然后举行了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自驾游的 这么一个活动啊 在这儿 高台都住起来了 这个就是 我最后给大家分享这两个陆营地啊 最后给大家分享的 北海公园的这两个地方呢 真是就是我说的 哪哪儿都好 又方便 然后离市区又近 啥干啥都方便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说 唯一的不好点就是 是吵啊 这个地方属于市区 闹市区 所以它乱的吵 就是不安静 就是你们可以根据自己个人的 就是你们想 喜欢什么样的陆营地 可以选择啊 这四个地方 然后呢 就是你们来这儿 就是按我给大家说的名字 第一个是这个爱情谷游客服务中心 第二个是中俄自驾游轮地 第三个就是北海公园啊 然后第四个也是北海公园 都在这附近 你们就可以 就是自驾来上这来啊 自己找地方 看你们喜欢哪儿啊 我们小先生很小 确实真的是很小 就是我总说 一脚游门就到地方了 就开车 一脚游门 一脚游门就到了 就这么很小的地方 然后有四个这么个陆营地啊 而且今年来玩的人真的是特别多 比去年多了太多太多了 我也是挺开心的 我也由衷欢迎大家来我们随和随分和玩啊 看看我们这个美丽的边境小城 谢谢大家